两岸交流目前是越来越频繁 您可有在中国大陆上网的经验 接下来的经文要带您来关心 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 日前发布中国宽频用户调查的报告 调查显示 2011年前三季度 绝大部分的互联网用户 根本就是在使用假宽频 上网的平均速度达不到标定的速度 但是每个月的费用 却是香港的469倍 这是让中国电信业的问题 再次让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 调查显示 2011年前三季度 中国固网宽频与3G用户数 累计达到1.5亿与1.02亿 但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 在使用假宽频 调查表明 超过半数用户上网宽频下载速率 低于运营商提供的民意宽频速率 数据显示 使用4枚宽频的用户中 因享有每秒512KB的网速 实际平均速度在每秒400KB以下的 占91.2% 使用二枚宽频 理论网速是每秒256KB 实际平均速度在每秒200KB以下的 占83.5% 使用一枚宽频 实际平均网速在每秒100KB以下的 占67.6% 与民意速度差异极大 报告还指出 宽频费用方面 大陆固网宽频用户上网一枚带宽 每月费用实际折合13.13美元 是越南的三倍 美国的四倍 韩国的29倍 香港的469倍 按照两国人员的收入比来讲 这个差距是非常惊人的 这个费用的 就是从在于你日常收入的 工资收入比的收入比来讲 这个费用非常惊人 同时呢 由于中国的宽带互联网 是被正国家的 所控制的国有空股公司来垄断 长期以来 它的那个下载速度和上传速度 都达不了他们所承诺的要求 就是那个打开网站的时候 特别是打开的那个空间的时候 网速特别慢 现在说是三兆的 在公司的时候说是三兆的 三兆的 但是我觉得跟家里一兆的都一样 反正是不停慢的 在收费方面 道路网民表示 只能无奈的接受 上个月中共喉舌 报导了中华电和中联通粮公司 涉嫌在宽屏介入领域存在垄断 南方都市报社论表示 电线行业本身属于国家 特定行业和领域 采取限制其他主体进入的方式来特许经营 是最明显 也是最主要的国有资本垄断行业之一 新唐人记者唐瑞李若琳采访报导 是最新唐人记者唐瑞李若琳采访报导